《牧師還得了》 為何我們一再發現《經書》的記載可能都很高? 因為這個話不是我們個人出來那裏造假的 這是在一個最重要的場合加給很多人聽的 這種話很難造假 《毛利東語錄》裡頭很多早期的話是真的,後來就不一定了 尤其在《建國之初》的時候 對很多人講話,他必須講真話 如果他講假話,人家也不會接受 就無法見過 因此,估計這番話應該是代表了當時的普世價值 《經日之事》不遷於六父七父,乃子其焉 《經日之事》和《經日之事》不遷於四發五發 《經日之事》不遷於六父七發 《經日之事》不遷於四發五發,六發七發 是指大家一起努力 不超過六步、七步,就要準對 大家覺得很奇怪 每次不過六步七步,就要停下來,五動不超過四次五次,六次七次。 古代許多民族在作戰之前,需要聯盟其他部落大土的時候,是一起聚起來,一起跳一個士氣大政。 這句話從漢宋歷代的經節都很費解。 這個所謂漢室,並不是真正戰場上的那段話,而是說,各邦的這些大軍,還有這些主要貴族的部屬,還有跟他們來的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大家聚在一個大廣場上。 大家一起試試,把奏的罪狀說了一遍。 奏什麼最大的罪狀呢? 就是寵性女人,然後呢,因此破壞了原來的氏族的家族的體系跟秩序。 老是任用一些外面的人,這些人都還是有罪的,不為我們這個體系所接受的人,然後用這些人來暴虐與百姓,對他自己老百姓不好。 這就是他講的這段話。 達都很氣憤,說這個人怎麼可以當天下之主呢? 他已經破壞了我們這個整個的普世家。 於是,在家裡一起跳一個舞。 跳一個尷尬,一起舞尷尬。 提供伊曲人子都會統沛的祖國的慄亡,然後釘衆會的往常情人位。 這是會詩之,很клад禮的典禮。 中國歷史上最重要一戰的前哨,沐妍之戰,周代商從始建立了整個未來的中國的一切基礎。 所以這一戰非常重要。那這一戰所依據的思想,就是前面講的每個案思想,一套宗族倫理或是氏族倫理的一種思維。 那既然透過這個來打天下,那我請問,打天下之後,當好違背這個東西嗎? 除非你獨霸,獨霸你可以違背。 毛澤東獨霸了,他也不違背他的延安的精神,延安的這些種種。 他也不違背他出現的一些最核心的東西。 何況周曹仁不可能讀話,因為他是一種大連武士的一種政治。 所以他非照這個做不可。 從此之後,氏族跟宗族倫理就成為整個中國的倫理的基礎,也是他政治社會組織的原理。 偉國的名言,每一個社會都有他的一種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那是那個社會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就是中國社會的組織原理,在牧師這一篇宣告。 所以中國人進入一個新的局面。 從中共建國之後幾十年可以看出來,他的政治跟社會的根本的構造原理一直不太穩定。 他到現在找不到,中國社會到底應該在什麼組織原理上重新界定。 那種水虎鑽石的那種,就是兄弟跑者。 兄弟跑者的情感,做了整個社會的重新的牛戴這個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是斯巴達,我們男人都離家住在軍營裡頭,每個那樣過的時候那可以啦。 聽到你們吧? 我們的家人幾千年是怎麼嫁的? 所以他還是必須要回到武輪,但武輪又不真正受重視,這就很麻煩。 這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武輪又好像沒有辦法一時間,會覺得沒有辦法當作新的政治社會,新的政治的組織原理。 他是一個黨國跟法家式的東西。 聽到你們是嗎? 所以就構成了他的內部組織原理,事實上是不一致的。 那就產生有許許多多嚴重的思想上的問題。 這些才是中國思想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這些才是中國思想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這才是中國思想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其他那些啊哩啦哩的問題。 有時候開始大家現在寫文章做研究。 你們這個叫做流浪天涯,慢無目標啊。 你一定知道寫到哪去了, 有一個個人的興趣。 個人的造語、個人的體諒等等。 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某種人都有一時, 社會的, 某種那樣那樣那樣的東西。 已經要留盪無所歸啦! 一定完全不知道那個根本和核心在什麼地方, 也不知道主軸在什麼地方。 這種滿天褒, 這種亂色的這種, 這種內容的這種製造, 意義是很有限的。 因此,我引用了大量的論文,但是我引用了會回到那一個核心的主軸問題上,事實上是以經史的傳統說,以及歷史的主軸所確立的那個主軸問題,這樣才能把滿天非聖的論文加一種核心的一種整合。 否則,你做學論出來就是,自己也不知道意義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目的在什麼地方,大家當然也不會看著。 所以,只知道公司、校庭、學的西方人做什麼題目,咱們做什麼題目,漫無方向,或者就是學部的這種主軸說法,我實在也該告一段落。 民工實體也不這樣,就這麼學術專業化之後,大家都變成那種資本主義下中產階級的知識生產者,不是學者,不是讀書人,之後有種新現象。 你們是知識生產機構裡的中產階級,繼續生產知識,然後賣知識而已。 你已經不是讀書人,更不是世代,更不是世人,理論都非常遙遠,當然也不是知識分子,都是光懷天下的知識,不是這麼不帥。 那是很不幸的事情,文科的最大樂趣,本來是繼承了這個傳統,最很開心的。 要不然就是美。 如果是很個人性的話,就是道家是獨特的美感。 不然就是一種美,要不然就是儒家的這種真理,天下的神。 好了,我都說了。 回到這樣。 和美國的中產階級,各種人之間的,最重要一戰。 最重要一戰的背後的組織與關系,以及如何聚集眾人的能力。 道德。 他們認為,所謂的道理。 文王的武,跟武王的武不同,悄悄,武王代表了最一支場武。 習近平現在做的事情,所謂一帶一路,就是他的新的高國聯盟,歐美就是舊的中央聯盟,又是一個新的局面。 到底最後會怎麼樣?大家慢慢看。 臺灣今天出境就是,我到底要入哪一個聯盟? 臺灣一天到晚,夢想希望能夠跳入,不是所有人,主流吧,尤其年輕人,希望能夠跳到歐美的聯盟。 不過你要打個地圖看一看,你離歐美有多少距離,大家想清楚。 這是一個地理限制的,各位明白嗎? 今天如果我們離美國一百公里,離中國大陸一萬公里的話,你那個想法比較可以沉溺,現在情況是反過來很好。 但是,這是實際政治,我不是只講實際政治,它有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人還有一個價值跟向往的問題。 那就涉及到,這就有一種深層矛盾。 但是,照我的講法來講,其實,現在諸位的一般的想法是,大家所要追求的那個價值跟道德,也太沒有自主性。 是沒有真正經過深刻反省對於,到底自己是誰,自己的文明是怎麼來的,以及要怎麼走的。 這是一種人的反省性。 這是一種,別人怎麼要跟得來的。 恐怕也不見得很深刻。 好吧! 不如說啦! 我目前的局面是很亂,講一講不完。 我們還是關到歷史背。 那麼,離心這兩個關鍵,被我所反映的思維方式跟世界觀,我稱為他這個世界觀,叫做此事聯盟的整體合作以奮進。 他要跟眾人整體合作以奮進。 這是建立周朝的完結。 他會拜神。 但是並沒有很突出這一部分。 他只是罵對方沒有。 但是牧師當中並沒有說,我們大家一起來拜神的神。 因此,他不是一種宗教性的一個聯盟。 他突出的是個人的講話。 而這些講話的本身是一種平民實的話,是以共同的華夏文化。 中間也有少數的民族,但次序放在後腿。 所以,大概是以這些文化組織來攪起來。 而你進入華夏國家系統的,是所謂友邦總軍。 所以他有一個華夏國家聯盟的意思。 是逐漸擴大他的華夏聯盟。 自己有一個華夏國家聯盟。 他很像王周中的華夏國家聯盟。 那自故以來打天下的局面也都是如此。 黃周中當年有的統一戰線。 又不再說了。 他換了毛澤東破壞一個統一戰線。 當年新民族主義的情況,中國也好得多,會比現在好好的活動,這是悲哀的地方。 所以,武王是承諾了,也繼續了他的當年的打定亞聯盟的說法,是以宗族制度的一個中心。 毛的話,本來是新民族主義,但後來把他所聯合的小資產經濟、民族資產經濟都消滅掉,事實上是造成自己很大的內傷。 那體現當然就是在從合作社到後來大躍進和文革的產生這個危機。 所以簡言之,牧師是此事聯盟的整體合作跟奮進的一個表現,大概是比較唯一能夠確定的武王的危險。 講完武王,所以諸位知道,我都講到目前為止,對於姚順宇的傳說,跟湯,跟文武都已經有所交代了。 是三代的開國者,或者古代相傳的政教秩序最核心的人,我們如何去詮釋的問題。 他們當然是三代最重要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後來就把他們認為一個道統。 道統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尤其不是像宋傳一樣講的,那種十六字心傳。 人心為為、道心為為、為經為以、母之覺中。 完全講的是一種心性道理的掌握。 我認為這個東西就能夠是道統。 我們講起來顯然不是,是一個軍事聯盟,跟那個心性的東西十萬八千里。 但是,道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是說,它是一個華夏國家建構地造的過程。 從這個理解,這個意義上有所謂的,新的道統。 而絕對不能縮限於心性之學,或者某一種狹義的道德論。 那個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個意義是很淺的,不能說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因此,下一個我們就講了周公。 那諸位說,那你好像還受到影響。 不是啦,我是方便的。 我講的正名定義叫做三代的開國者。 這樣大家明白什麼? 開國者總是最重要的。 那之間有一定的關係。 那姚順宇是之前相信的所謂的大聯盟之主。 所以事實上我是用聯盟的概念,講這些共族的概念。 這個不能不說古代思想,這些政治,社會,以及一些政教的中心從這裡發出。 然後講周公。 周公的文獻就很多了。 周公的文獻都找不到。 確定的,武王有之。 周公就開始有多少了。 那麼,武王也稱不上思想家。 周公可能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思想家。 周公應該從上書的次序來講。 因為上書的次序是非常嚴謹的。 第一篇是《金堂》。 那《金堂》裡頭有一些文法和文字是後代的。 但是學者普遍認為,這是後代的一些傳寫、改寫。 傳寫當中有些會改一些字。 我們要注意。 但大體的這個思想,應當是周公的。 這學者一般是這麼公認的。 他這麼說, 既克商二年王有其福遇,二公曰,我其為王目。 在昭歌之戰的第二年,武王生病了。 病得很重。 這個二公,史記裡頭認為是江泰公與少公。 他要公軍的地方武化,不知生死武王。 這個情況太嚴重了。 周公曰:「未可以欺我先皇。」 周公說:「你們光是醬苦,是沒有辦法感動我們的先皇。 你們只是因為古人很習慣古話。 你光這樣,是沒有辦法感動我的先皇。 於是,公乃自以為公,為三壇同善。 三壇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古公膽婦,就是太王。 以及文王王妻。 太王王妻文王。 各壇。 各壇。 另外,是周公、少公、江泰公各壇。 沒有辦法確定,總是很慎重。 圍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這個,北面是稱臣。 圍壇於南方。 圍壇於南,南方的出會兒中。 秤壇於南方的衛兰。 食賴並貴乃告。 古代的史是參與祭祀的,古代的史是參與祭祀的。 所以,為爾元孫某,夠力虐其。 古代的史是參與祭祀,古代的史是參與祭祀,古代的史是參與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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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命亦亡情,傅幼四方,又能定而子孫於下地。 乃,是指了五王,受了地的命令,是來保有四方的,是要能夠安定祖先你們的子孫的。 四方之名,亡物其味。四方之名都很敬畏祂。 乌乎無罪於天之降保命,我先王亦,擁有依歸。 四方之名都不一樣。 你不要改變天命,原來你天命是給五王的,對不對? 不要改變天命,給下面一個誰? 那你先王在地上亦,擁有依歸。 你的子孫在地上永遠都能好。 因此,這段話很動人,因為古人是真心相應這個事。 古人相信,一直到清朝人,還常常做這種事情。 相信這個事情,常常祈禱,不像主學一聲帶子。 讀歷史,常常會讀得到。 古人更信了。 經我即命於原歸,而之虛無我,我其以弼以歸。 我用這個原歸來占卜。 歸是很講究的。 我這個歸可講究的。 不是隨隨便便。 我去獻上以弼以歸。 我其以弼以歸。奉獻得最好,補得三歸。 犧牲的三隻可憐的無歸。 你先準備好,所以我答應了。 所以周公就將必與歸奉獻給先祖。 即命原歸。 歸這個卦占卜出來。 你答應了,不要把他叫走。 我就把這個必與歸奉獻出來。 你去替皇旗王冠。 從這普照來看,王旗王漢,大概沒有問題了。 於小子的心命於三王,為永宗師徒。 他從三王那裏,太王王際文華,得到了最新的命令。 你不會把他叫上去,侍奉祖先了。 為永宗師徒。 先王也是從長遠考慮的,不會是短期考慮。 之憂是能厭於一人。 他會體戀我個人。 一人乃秋,第二天王那邊就好。 這一篇,是周公的第一篇。 但是,過了一段時候,王還是死了。 一人乃秋,第二天王那邊就好。 於是,管俗及其帝,群帝們留於國。 因為管俗年長於周公。 懷疑周公留在原來的地方,是否將惡律於五子,要請成王和代志。 周公乃告,二王曰:「我之復必,我無以以告我先王。 我若不能迴避我復必的任務,我無以告先王。 為甚麼呢?」 這個詞曲詞當我們爲情緒? 是由於復 Diversity大戰慢 ders, connected to fighting 他打敗了三奸和五奸的聯合,他又帥著綁著法輪,然後再回來,然後回來之後呢,雖然打贏了,可是臣王也心裡很低,說,因為一直是周公在管的,不讓他管的,他覺得你是不是就要把我給弄掉啊,也有懷疑。 結果那天,秋天本來很好地收成,收貨都降下大雷雨,河都淹了,河面都拔起來了,於是,幫人大口,都覺得說,祖先是本來降貨。 然後,王雨,大夫,大夫,禁殿,都穿上了巢服,鄭重打開京城之書,然後知道這個事情。 問諸實與管之事,這個王比較年輕,問他說,當年真的是這樣嗎? 他說,事情真的是這樣。當初周公叫我們都別說。 於是臣王哭著說,不要再虎話了。當年,周公如此勤了我王家,只是我這年少人都知道。 他都要替我父親死了。既然如此,他是不會要對我怎麼樣。 今日動回以仗周公子的為政小子,其心意,我國家禮儀遺之。 周公在任何時期間曾經避開,因為有他的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 一日我們讀經書,應該聽這句話,恐懼流言,避開了。 那這個事情到底可不可信呢? 我們現代人一定就說,啊,不可信,別人大家都好。 第一個,功命活不改言,這個基於經書。 除非這個城王這一系統後來不存在, 都是周公的系統,那當然就全部他遺照了,對不對? 那不是,因為周公寫的,歷史上是環正於城王,然後城康之志。 那他們一直讀這個書,如果這一段書全是遺照的,說不通,聽到意思吧? 所以這個事情不像是周公能夠一路遺照下去,當然遺照意思不能長期遺照。 而且中間記得功命活不改人,這是很明動人,這是最關鍵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知道這個事情,百知識都知道,但跟他們講說這個事情不要熟。 所以知道這個事情很多,不是只有少數人知道。 然後因為當作經書一路記載下來,而這個基於的人又是城王的系統。 城康之志,底下都是城王的子孫。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事情可以為止好。 因此這個可能,我覺得真實性是應當,是相當高的。 王出交。 結果花姐回頭風,河頭起來了。 《凡大目所演》。 《福情不倒大俗》。 《被當純壓著河頭》。 《命於地庭》。《於小子》。《心命於三王》。《天仲威》。 《寅 besten》。《比當純壓著河頭》。《不Kw不信》 het,《人物品非 一張基因》。 《你也用凶壓著河頭的上第。》 《予小子》。《心命於天場。《三王》。《驗著河頭》。《向尚刑》。《清清楚深。》《天仲威》。《插 segments》 constructing》。 表示周朝廷當年的心裡真是很恐懼,打向周朝廷王得了重點,很可怕,於是,古傳統的中國這些事情都背了鬼瓜爛手,於是就形成了他這個基本的人理和政治的思維,若三王勢有,批子之,則於天。 三王在天上,難命於地體,賦又是法,我把前面的重點再講一遍。 金藤這一篇所顯示的核心思維,第一,他當然是繼承的原來的宗族思維。 這是環繞在祖宗之命,子孫的遭遇。 我們要如何維繫祖宗之事業? 諸位要知道,一直到清末,甚至於民國初年,所有的中國人的人生存在的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 至少是家族,至少是家族。 我再講一點,這現代公明白了一個道理。 一直到清末,所有中國人存在的基本單位,是家族,至少是家族。 他不是以個人的方式存在。 這當然有他複雜的經濟、社會的背景。 也不是複雜的,是家族。 他比較是一個農業、手工業的經濟。 鄉村佔絕大多數的一種狀態底下。 這本來有利於他們群聚自保。 所以個人在當時的社會性條件,是難以自存的。 所以他從來是這個單位。 而他整個倫理系統,就繼承了從金藤所講的這一種倫理系統的概念。 主宗家業,一切都重要。 為什麼講主宗呢? 因為沒有祖先,就沒有我的這一個宗主。 所以以前人祭祖是最大的事情。 宗祠是最大的地方上,最普遍的,是每一個村的宗族。 當然這是明家敬明天之後,明天才能去宗祠。 大理役之後才有宗祠。 本來只有世人才能有宗祠。 老百姓不可以的。 大理役的這個問題,引道得很厲害。 不再守原來的那種宗法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立宗祠。 所以明鏡禹將,都有宗祠。 有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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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塘就呈現這種思維,要讓你的子孫們在地上安居,他是你的元孫 中世紀西方教的,你們去看看Medicite的片子,他們有兒子,各個家族,例如帕奇的家族,教皇的家族說,你沒有兒子,我沒有辦法跟你做教育,因為你沒有未來 聽懂的意思嗎?他是這個樣子的,我要把所有的原來給你的負責,通到給其他人 五王是元孫,不能把元孫召回去天下的大亂,所以他一生代子 因此,他也會尊重中法的繼承 那陳王看到這一幕就哭了,說原來你是這樣子的,你會因為權力的這種事情,還背棄整個的宗族人 所以宗族倫理,祖宗祭祀,就成為中國後來三千年最重要的事情 這也就是他的核心思維 這樣明白吧?金塘這一點重要性 那另外當然還有兩個,古人講的很多啦 就譬如政治上來講 周公相成王,就是一種重要 這在中國第三一再出現 曹操也說,是周公屠虎虎,天下歸心 大家都罵他,你配配配,你什麼周公 往往也說,我是周公,哪配配配,你什麼周公 就是一再演這個戲 就是同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那 事實上,周公的這個問題 是整個中國經學史的核心問題 事實上,周公也是周禮的核心 底下我們會不斷地放到周公 所以以前講周公 周公的他的道理 好,我們在六題 今天只能講到這裡 看明視片 有沒有問題?你們可以問問題囉 經常 有關鍵字 有關鍵字 地、天、主、原生、我、後人、一起 對他來講 這是一起的東西 上帝、天、主、原生、我、後人、一起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原生非常重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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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後人一體 不分彼此 不起嫉妒 後來經學中的核心思想 各位聖章幾天 就是這種無私無我 經常有幾天的無私無我道 可以為整體犧牲生命 這是他的核心思想 我順便開玩笑問一下 你們自己家裡頭 還有這種今孫的舉掃一下 你們自己家裡頭 你們自己家都沒啦 還是你們自己不知道 不太算 照以前的算法 可是你們還不太知道 其實我還認識以前 好酷 你們自己可能事實在的不知道 你們慢慢長大了 你們也不太知道 這個類不容易消滅 現在年輕人徹底的反對這一套東西 不過這個類並不太容易消滅 我就認識好幾個你們這個年紀的人 他們自己不太知識 你們慢慢注意這個問題 這在台灣社會才很天的 我不是情上這種思想 我只是跟你講說 你贊成有意外 我們是歷史的 今天講的說 我也認為我維繫不下去 真的是維繫不下去 因為我家族主義維繫不下去 這個東西也維繫不下去 今天是女男平良的時代 女生在解鬧 我不是很乾脆去 所以這個不太理 但是我只跟你講 這個歷史的影響也是很巨大 從今成詞到現在 我周圍看過好幾個 你們的年輕生的故事 非常有趣 不好意思講 就是誠王之主以氣 另外講 他的德性 什麼樣的德性呢 這個德性 不是從空講的一種道德 這個德性顯然,首先是一個對於整個家族的盡心盡力的,讓自己來服從於整個家族的虛弦。 無罪天之降保命,四方之明。 他又講到明,但是這個明是以他們這一個地系為核心的,定而子孫,余下地。 然後他會覺得說,武王也可能因為這些先王們想要找個子孫去奉祀他們,就把他教回去。 所以這個核心顯然還是一種家族思維,而擴及於四方之明。 這個也跟中國的封建形態很類似,也就是說我是受了天命,我來安定四方。 但是這一切切的核心,是來自於祖宗之福佑,所以他不脫離這一個以家族宗族主義的核心。 然後中國人以前都這麼明白,那他對於四方之明是推破這個東西出去。 我以為先懂得愛我這個家族,然後我也為了這個家族的地位和他福祉,我要照照顧天下人,接我之子民。 是推破出去的。 他有一種,兩層四的。 他不是社會主義,先懂我意思吧? 他不是那種一律平等的。 他顯然是以宗族宗法為中心,然後推破出去的這一個東西。 那他成王的感動,對於他的感動,不是說,哎呀,這個周公怎麽去愛民如此啊? 不是周公怎麽樣照顧天下人,不是啦! 原來我這個叔叔啊,心裡面始終是把整個家族的這一個需求利益放在最前面考慮的。 他不是為自己好,這是他最感動的事情。 他是為了我們這個整個家的民意。 我們今天這個家,又是天下之公主,有特別的位子。 我們有負責這麽多的事情。 他是一切為這個職務的。 這是他所謂的德,是這樣子的德。 你看是吧?周公之德。 好,有沒有問題? 是,是講得太清楚了,還是說你們覺得太怪異了? 需要思考 需要思考 我這個講法從來跟你們在外面當然找不到這個思維。 就是,我從一路下來,可以看到嗎? 這一段系統的,從整個華夏國家文化整個構成,一路到來。 所以,背後注入了一種我們對於當時的政治社會系統的理解, 然後重新來解釋經學。 因此,這一種經的解釋是, 既不同於漢學,不同於宋學, 甚至於跟先帝永遠都一樣。 我們這個要回到所謂的原初的, 你要說儒家,當時還沒有儒家, 儒家從公司開始, 原初的華夏文化的源頭, 重新理解華夏文化的這類別的事情。 我認為中國思想是應該從這個密錄講到今天, 這是可以講的。 這樣才會明白, 這個文明系統是怎麼造成的, 然後一路變成天, 到今天, 那得在哪裏、失在哪裏才會清楚。 好,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裏。 大家以後來我們繼續。 當然也只能這個速度, 再快一點, 我們要演也不行。 本來, 是有一點有志於想要更快, 不過我覺得更快要怎麼開始? 這樣就好。 我們最後一步。 我們今天就跟朋友說會有來快適, 都會有機會 Ether熱, 藍陰就放水, 鯉身後就說有兩顆顆顆粒, 立即粒的埋奪菜, 今天我們就要用三顆粒的, 用一顆粒的粒的粒粒的, 感谢观看